看下后书第2章第20节 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额器也有木器雅器 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 引用智杰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作贵重的器名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神从来在历史上 从来没试过将这三样东西 同时给同一间教会 或者同一群人去拥有 就算我们会见到在历史上 我曾经讲过先知的时候 也讲过给大家听 就算先知连群结队 先知群 我说先知群不是一个人 他们都不能够同时拥有这三样东西 可能群为10个人或者20个人 已经20个人了 可能来自20间不同的教会 但整群的先知都没有我所说的 不能够将这三样东西 并排拥有在它里面 因为这三样东西 拥有任何一样东西 都是奉无伦角的 历史上从来没有三样东西存在的 这是个事实 如果像我这样研究很多这些历史 你可以纯粹去拥有 历史上是没有的 你看任何的书籍 你都会知道我所说的 是一个事实 一群就全部是著书大从 他们是学者 另一群就是报道家 他们全部到处走行神职 医治 另一群就是先知 甚至是先知群 但问题是神从来不会将三样东西 同时赐给任何一批人 并且任何我所说的这一样东西 能够做到出类拔税的话 都是极之稀有的 但问题是你现在亲眼所见证 在石安这二十八年里面 就是这三样东西 并排在我们当中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说 至少你们我不知道将来是怎样的 听完这个自传之后 但我愿意成为这个器皿 我愿意成为这个器皿 成在这一样东西 然后祝福你们 让你们经历 让你知道神的真实 但弟兄姊妹 刘切基 我们没有加拿大的背景 我们没有Glad Hiding 那种先天性拥有 懂得尊重圣灵 与圣灵同工 与圣灵一起生活 那种的情操 我去的时候已经60年了 我认识的人很多都是十多二十岁 所以他们一出生 还在吃奶的时候 搬上台去奉献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回这间教会了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那么幸福 我们没有那么幸福 回到一间 即是你们没有 即是我有 我们没有那么幸福 再回到一间 1948年已经建立了 在神的敬拜仗美 同在当中 神的灵运行的教会当中 我们绝大部分 弟兄姊妹当中 没有一个你们能够经历得到 你们当中只有我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16个月里面 去经历这件事 而在那个过程当中 可以说是 on drop training 就是说 一路训练 一路给新的使命我 一路训练 一路给新的工具我 一路训练 一路给新的因果我 这样 现在正就是那个时间 我都在这个自传当中 说到关于我去过加拿大 去到这个 这个titing 是多么奇妙 但是想不到就是说 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去到多伦多的时候 又经历到 在那一套另外一个 Lazelle的牧师 然后回来又经历 这个是真的可以说 我交足学费下 也在神所给的课程当中 去pass 而你所见到的 我说的是你亲身经历 而实际上这种 其实是其他教会 都没有的级数 都在这个阶段 成为很多跌倒人 去攻击我们的理由 其他教会都不是这样 其他教会都不说 这些信息 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 我们说的商用水 已经走出来说 其他教会不说这些信息 所以我们是异端 你想想 香港怎么能够接受到先知 先知一向都是 人家没说之前 他们说的 人家没说之前 他们说的就是异端 所有先知有历史来 所有先知都是异端 对不对 主耶稣也是异端 那件事还没发生 他已经说的 圣殿被毁三天被建立 对不对 那你现在分得到哪些是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已经建立了一件事 就是 为什么 问我 我在说那些所谓的 灵恩的领袖 又说 为什么 你说的别人不说 你叫我怎么回答他 你明白吗 我和他们聊 我回答不了 你还是基督徒的 你还是一个 叫 传备 伤人福一团契的 其中一个领袖 你问得出这样的事 是先知 一向就说的 是别人都未知 未说的 那不行的 那要死 但问题 我就是说 因为这个理由 香港的很多灵恩教会 就是真的要我们死 就是要画清界线 但我就是说 没错 原来人因为利害关系 是没有了理智 如果你坐下 你以为他看回圣经的时候 他不会想起 就是 先知 在别人未知 未说的时候 是说过一些东西 先知应该是这样的 他用理智 他会这样想 但是 我们的肉体 是有另一个思想 我们的肉体 是另一个声音 如果我们听我们的肉体的声音的时候 有人走过来 撩起我们的污蔚 撩起我们的不洁 撩起我们的自私 撩起我们的利害关系的话 有时我们甚至不惜去蝎俗圣灵的 你知不知道 所以有幸就有不幸 幸运就是可能 神在香港摆下 在世界上 数一数二 最大的恩高 最大的同在 但不幸的 就是更加让很多人 是容易蝎俗圣灵的 如果那个人 是以别人 和其他教会太过不同了 太过 说的东西 根本其他教会 完全都没有说过 如果那个人 是太过斟酌这件事的话 而 有人去做这件事 他会攻击 轻易批评论断 并且甚至觉得 这个是人家的弱点 这个是他的弱点 人家个个不说医药 他说 那你不幸了 你得罪了我 我就要走去攻击你 我就要走去诬蔑你 我就是说 有些先知 在历代历世以来 就是遇到这样的遭遇 我们通常会听过 哇 这个先知很厉害 十年前说的东西 但是想想 如果那些先知 在香港怎么过过十年 是吧 他早在人家十年说 然后十年内没有发生 被人骂都骂坏了 骂到那个阶段 骂到那个阶段 那些人最后中的时候 他们都已经是没有办法 再尊重那个先知 因为骂了十年 对不对 而并且最惨的是 如果那个先知 说的东西还是很多 骂完这里 还有东西骂 然后还有东西骂 然后还有东西骂 骂到他们已经变成麻木 变成泄俗圣灵 好了 到那个先知所说的 所有东西 我说的所有东西 不单止纵 亦按照指定的时间纵 这些人都已经没有悔过自己的心 哪知道你想想做这样的人 如果不想 那你就明白 为什么我起码给一个最基本 给大家知道 我们是贵重的器皿 为什么我们要冲到这份坑当中 明白吗 我说的 你看到你说的小小东西 已经好像冲到那份坑 你回来还要教会慢慢结识你 但有些圣经说 你一生也不会结识到 因为我们的记忆力是结识到的 我们永远我们的记忆力 我们看到一些鲜明的东西 尤其是利害关系进入的话 我们一生都不会忘记 就好像我们每个都记得 小时候被同学欺负 专业针对我们 伤害我们 奪取我们利益的这些恶霸 这些同学 我们永远都记得 这些鲜明的印象 所以撒旦是用这些利害关系下 让你觉得你被人夺去一些东西 就算你很吃力地挣扎出来 一生你都污染了 我是说你有生之年 都不用只意经历这种恩高的级数 何必呢 何必呢 何必为一件小小的好奇心 然后你将自己一生自诛死地 在恩高上 在给神用我那里 而为什么不会在香港 你试着做一个 好像利牧师那样 出于污泥而不厌的一个人 为什么你不做呢 我在没有人做的时候我也做 现在有人在你面前 见证了三十年去做 你都不做呢 为什么 仍然说这些标准 仍然是觉得高 我已经把最低标准告诉你了 不能再低了 我低到已经是说 你是沾下恩高的标准 不是说神恩高理 所以你就明白 为什么我会却步 不会一早去讲这种 全面的标准 好了 在这里 我相信其中一点 大家都会有兴趣的 就是 我对这些人 其实我自己叫你们这样做 我说这些禽兽 我记住 我说叫他们禽兽的原因 就是 这些字眼是神用的 我照用 我宁愿不尊重人 比我不尊重神 好了 其实 我自己的标准 对这些人是怎么做呢 其实一件事就是 其实 去到这一点的时候 要让大家知道 原来你选择了这种 对神的受高者的尊重 那你一定要有另一套的方法 就是我常常用一个概念 或者一个字眼 就是信仰上开解自己 为什么 因为原来你服侍一个 和你差不多级数的人 或者甚至服侍一个 其实在各方面 都可能弱过你的人 的话 其实你不懂得开解自己 你就会激得牙痕痕的 OK 我说的 有时候 你服侍一个比你很多的人 有时候你看到他瑕疵都顶不住 对吧 但我说给你听 李牧师我 是有生之年 我有生之年 由我去到加拿大 开始叫做 开始侍奉 我从来没服侍过一个比我的人 我有生之年都没试过 OK 而当我现在分享的时候 你会明白 甚至差距也挺大 所以你服侍一个比你更差的人 甚至那个人 还要在他的专长当中 和你都差一点点距离 有时候会恨不恨 即是他分享 他做的决定 他的管理 他的策略 他的记忆力 又纯纯失益 又没有策略 又冲动 又一号机 你还要服侍他 你还要兜他所有这些东西 所以在早年当中 我发觉 当我在当时决定了之后 其实我只是留在他身边 即基迪恩身边 八个月而已 在里面 我学会一样东西 也是我觉得 可以给你们去参考 是用在香港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怎么活用 圣经讲关于瑶树 提文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节 在大会人家 不但有金器银器 也有木器雅器 有作为贵重的 有作为卑贱的 人若自建 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作贵重的器名 成为圣结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主真理说话是名略 随或坤 真光领入漫漫长路 照分暗 路暗中及自人 开解我心 解有群 主真理说话 现年是藏在心 上级我免赖并负助你最困 主的奋惠点将发责 次与光辉燃了我生 心渴望 真理指引 我愿能何方 相传烈烈心烟焚 成心仰望 完全被吸引 揭力行传主的发责 机构尽力成就 我主心意 灵天主自然 尽管